大家都知道我們鎮長非常的愛樹 從新公所種了一圈 還有天氣的體驗圈又高 非常高的路面可以放出來 但是唯獨有兩棵移植的計畫成績成功 一棵在新埔橋頭並沿沿的 那一棵在新公所前面 移過來死掉了 趕快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又再補置一棵中年的長樹 所以從這邊由這次的經驗可以得知 其實你只要給樹是原生種 然後好的土質、好的排水 很快就可以綠意盎然 不必要特別的去移植老樹來這邊 其實這移植失敗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們現在都在提倡一個全樹管的移植 而不是過去傳統這種斷枝落葉的方式 全樹管移植可以讓他立刻在新的環境 可以一直在旨心期望他的生長性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